任务越简单,我们的动机水平应该越高 如果越难,我们的动机水平应该越低 如果这个任务是适中,我们的动机 你实在理解不了,大考大来,小考小来,不考 我们每一次,平时学习的时候 每一次,就是我们模拟考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去对待它 那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,我们反而要干嘛 轻松啊,放松一点啊 要不然不要太紧张了,知道吧 好,那就是我们通过这个,对我们的一个启示 这个是因此,多的三定律,是重点 总是好的内容 好,现在我们来看到我们第二个重点 就是我们学习动机的理论 好,我们看到,学习动机理论 学习动机理论